Lun Sang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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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就是 陪妈妈一起进那个手术房嘛 然后非常兴奋 当她 还没出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很紧张 从来都没这么紧张过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 最担心的就是 他们生出来有没有健健康康 所以她一生出来的时候 在那边喊 在那边哭的时候 我就不停的笑 她的出现 给我带来 这个世界 更有爱 那个爱从来没有这么饱满过 你会想要 一起陪伴她们 很喜欢跟人家相处 她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对就是 去听她聊天 我假如回到文来的时候 我是 陪她们的时间就是 非常长的 对我比如说我早上 我都很早起床 在她们去学校 之后放学我也去在 晚上朋友找我出去啊 还是什么的 我不会出去的 在演艺圈这一块 我也是跟我的公司讲说 我的工作 安排得密密麻麻的 因为我希望多一点时间 可以回去陪她们 她很好动 所以她 因为她自己本身 有去学芭蕾舞啦 有学嘻哈舞啦 所以假如有空的时候 她 就会有时候会在 你面前表演给你看 有时候我就会逗她玩 我在她的眼中 是一个非常顽皮的爸爸 很喜欢她跟我互动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出来拍戏很久 那时候出来大概要整整 四十九天 她就在那她最喜欢的画 那边画一格一格 画四十九格 然后每一天她就 过一天她就勾一次 过一天勾一次 所以她知道还有剩几天 我也不知道啊 对就是她画了 然后过了几天 我才知道她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陪伴 陪伴她们不只是陪伴她们玩 你要陪伴她们去度过每一刻 对就是她们比如说 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啊 还是她们在那边跟你 一直问你问题 问你很无聊的东西 我觉得身为一个父母亲 你要很专心去融入她们的世界 去听她们的心声 去感受她们 所以我觉得给她们的宠爱 最大的就是给她们我们的时间 真正的给她们 呃 很有 quality的时间 都会有必要啊 我觉得你不要逼她 可是你要让她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我都让她去学 她都很喜欢 对她不会说 爸爸我不要去什么的 她去的时候她就好像跟朋友在玩 对所以我觉得你从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她的兴趣在哪里 她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可是不要逼她们 不要给她们很 一种比如说 要求你一定要得到几分 你一定要及格 一定要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她们很自由的去玩 因为我知道 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你的生活会过得很开心 对那我希望她以后长大 就是可以是一个很乐观的 然后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生 对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有责任感 很孝顺很乐观 所以她的名字叫吴欣怡 就是有快乐的含义在 我希望她以后是可以很开心 很简单可是很开心 有了小孩小朋友 让我感感受到 其实幸福是很简单的